焦点转到新北市 把关新北市29万学童食的安全 新北市政府成立食安智慧监控系统 整合卫生局和农业局的资源 如果在过程当中发现温度异常 将以智能科技上传回报监控系统 有效掌握营养午餐的输送品质 让学童吃得更健康 新北市长侯友宜向来重视校园卫生安全 去年曾率队跨局处联合鸡查团善业者 发现业者从食材进货餐点制作到运输送餐 等个环节温度曾出现问题 因此市府整合了卫生局还有农业局等资源 成立食安智慧监控中心 为把关新北29万学童食的安全 为了守护孩子们的健康 起沟的温度非常重要 一定要使用运送的过程 包括盗校的过程 还有用餐团地的时间点 要完全掌握 让我们的食安智慧监控中心 或或进行系统全程掌握 来者呢 饮食燃料菜式的过程 都能够确保温度 能够让健康的保护底下 来者呢能够吃得营养又健康 卫生局长陈润秋指出 食品安全管控的重点 希望维护学童用餐安全 我们这个食安监测中心呢 最重要的是有好几个 第一个是温度 第二个是源头 有没有农药产 第三个是我们常常有一些 基产的一些数据 我们知道哪边 常常会出事情 我们就把这些的数据 全部结合在一起 让我们呢在超前部署 把这些有可能会有不正常细菌滋生的地方 把它找出来 然后及早用温度来把它消灭 这样子的话能够保证我们学生吃到的都是安全的食物 此外解说人员进一步简报说明了 市府规定食安监控从起锅需达85度C 确保彻底煮熟 如果提早喷煮食物在9点送餐之前 仍要维持60度C以上 并且搭配将出车及到校时间做回报 加强管控 希望透过智慧科技的功能 发现异常就上传及时回报云端监控 有效掌握营养午餐运输送餐的品质 让学童吃得更健康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道